今天来做一个非常快手简单的今天早餐,糯米自饭团 做饭团用的糯米一定要充分浸泡,才能提高糯米饭的粘性 一般是提前一碗泡上,早上洗干净直接煮 清水的量刚好没过糯米就行,千万不要煮太软,因为不好成型 我今天早上没有买到油条,所以煎了几根烤肠来代替 放油条其实是最正宗的做法 如果有这种做寿司的竹帘,可以垫个帘子在下面 没有的话直接垫保鲜膜就可以 先撒薄薄一层炒熟过的黑芝麻 再铺层糯米饭,戴上一次性手套防粘 没有手套的可以在手上抹清水也能防粘 把糯米饭铺平压紧实一点 中间先放上烤熟的烤肠或者是油条 再放榨菜和咸蛋黄碎 咸蛋黄盛十分钟,捣碎就可以 肉松 还有吃螺蛳粉攒下的腐竹 最后把食材卷起来,捏紧成了饭团 就这几样食材只是个模板,做个参考而已 你可以加其他你喜欢的任意食材 甜口咸口,你随意发挥 早上捲这么一个,带公司或者给孩子带学校 比外边吃得好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 欢迎收藏转发,下期视频再见